動手不好 但是所有的暴力行為 我覺得都不應該 只看到表面的暴力 要看到後面更多複雜的 深層的個人的社會的 政治上的多種的理由 當然因為最近很多家暴事件 台灣也興起了一種私刑正義 以暴制暴 這都是不好的 我們來看今天的個案 首先因為我並不認識 就是我對這位鄭小姐 這位私生藝人並不熟 沒有印象 認識他的人說 就是說認識他 也是他退休以後 這幾年的事情 就是說他並不是一個 在政治上面 情緒很容易激動的人 但他是熱衷政治的人嗎 他應該是清藍的 就是他是清藍的 這件事情沒有問題 因為他反對去講 對 所以因為我聽的也是 就是藍營的政治人物 有跟他有接觸的人 轉述他們對他的印象 就覺得說很驚訝 很驚訝的原因就是說 雖然他已經退休很久了 就是沒有在螢光幕前面很久了 可是還是有那種 藝人的雍容華貴的 那樣的一個氣質 感覺上就是一個 挺有氣質的資深藝人 並不是一個容易情緒激動 講起政治很激動 就印象中並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所以也不是那種政治狂熱的分子 他或許很熱衷 但是不是那種很狂熱的那樣 就表現手法不是很激進的 對 完全不是一個 情緒很激動的一個人 所以講到鄭惠中的時候 他會覺得他有一點點錯愕 你從鄭惠中自己的表述 你就可以感覺得出來 就是有關於去講話 或去中國話這件事情 對他來講 是會勾起他情緒上面 非常不平的 然後他說他想了好幾個月 所以這件事情 他意思就是說 他做一個資深藝人 我們朋友跟他接觸 是因為他非常在乎 非常的積極的投入 關切資深藝人權益的各種活動 所以他可能在很多 資深藝人的場合 都覺得他有機會 碰到鄭惠軍 結果鄭惠軍沒來 或他沒碰到 所以他才會覺得 他才會說 我過了好幾個月 終於等到他了 你就可以看到 他那個情緒是累積的 然後終於爆發的 雖然爆發的過程 他並不是一個很 很嚴重的暴力 但是他是動手的 懂我的意思嗎 他並不是一個很嚴重的暴力 也沒有準備什麼兇器 或是真的造成真正的傷害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背後 你就可以看到他當下 覺得說我這是剛剛好而已 這樣子教訓他 這是他能夠想得出來的方法 換句話說 一個不是習慣動粗的人 也是一個平常感覺上 氣質優雅 在乎自己美美的 這樣的一個人 在乎形象 他居然動手了 所以這件事情 對他來講 是很不能夠忍受的 可是 從另外一方面的反應來看 他們就是不需要解釋的 就是說他傷害了民主 不管是政立軍第一時間 在臉書上面的反應 或者是說綠營的人挺政立軍 包括蔡英文挺政立軍 他們都把政立軍無限上綱 把政立軍講得很偉大 政立軍現在是代表台灣民主 當時改 我怎麼都不知道 所以打了政立軍 就是打了台灣的民主 這個連結也很跳躍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充分顯示出 今天民進黨的態度 跟政立軍的態度 其實是相當高高在上的 他本來就高高在上 因為他是堂堂一個部長 但我講的不是這個實質的 實質的待會我還會再講 結果他覺得他做這件事情 是很高高在上的 是很合乎政治上的 政治正確的 是不容挑戰的 所以當這些人用這樣 很low的方法 來抗議的時候 我們不會屈服這樣子 就大概是這個意思 因為意思是說 他們比較高貴 他們比較高雄 我覺得正是這個態度 激怒了這位藝人 正是這個態度 讓這個藝人覺得說 我完全不認同你們的主張 可是你們卻覺得 這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事情 這是一個真理 這是不容質疑的 這是不能挑戰的 但我對你們的行徑 這種做法 說法 他萬萬不能接受 所以你看這個落差有多大 再回過頭來 其實他冷靜了以後 他今天我覺得這位藝人 就是正會中的態度非常好 他甚至於他不只投案 他甚至於想要登門道歉 就不只是一般來講 就是說臉書道歉 或是記者會的時候 公開道歉 這樣就已經很夠了 他就是覺得這樣不行 他要登門道歉 我覺得這是誠意的 我不知道鄭力軍是 不小心迴避的 還是故意迴避的 我想應該是 因為他也沒有跟他安排時間 有可能行程都不容 我會覺得就是說 如果鄭力軍願意 跟這位女士坐下來溝通 因為兩個都是美女 只是年紀不同而已 鄭徽宗年輕的時候 是挺漂亮的 我覺得兩個都是 都是走棄質美女路線的人 如果能夠坐下來 好好的溝通 不一定要有共識 但是是不是有些話 他可以讓他理解 他為什麼這麼憤怒 你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 我可能這輩子都沒有 對任何人動過出 我卻對你動手了 為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個 值得問的問題 如果他是每天一天大人 到處亂打人的 那就沒什麼好講了 因為他不是這樣的人 他為什麼會公開的場合 在這樣子的一個 重視形象的人 他居然會動手 我覺得這是一個 值得去瞭解 應該要對話 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回決 再回過頭來 其實鄭徽宗是弱勢的 其實鄭徽宗是一個 擁有公權力的大部長 通常擁有權力的人 應該要謙卑一點 應該要更寬容 應該要更大度 但我覺得這中間有一件事情 我很有意見 就是檢方 動作也太快了吧 這是什麼事 這是什麼暴力 馬上就一涉嫌 傷害公然侮辱方 害公務 我覺得 文化部長去關懷資深藝人 這是一個公務 這檢察官也大可不必吧 這種事情 還限制住居了 所以你要知道 鄭徽宗的壓力 他要付出的代價 是遠比鄭徽宗高很多的 這些可能他事先都沒有想過 但鄭徽宗是在警察 是在國家機器保護底下的人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應該要有一個不一樣的態度 當然這件事情 反應的是長期以來 就像萊茵 反應的是長期以來 被施暴的 施暴者的一種心情 所以你看家暴 有的是動手 有的是沒有動手的 有的父母是長期用言語跟態度 在淋戀他的小孩 當然有時候他的小孩 或是這位妻子 就是被施暴的人 最後就會用很大的暴力去反彈 這些都是悲劇 不管施暴的人或被施暴的人 他背後都有很多的故事 我只是要講 萊茵的反應 其實就是一個長期 被民進黨施暴的一群人 當民進黨是少數的時候 街頭的暴力 國會的暴力 用了暴力他們還是高高在上 國民黨只會被笑 國民黨如果不打的話 國民黨如果不反擊的話 就被笑死了 被罵死了 沒露音 什麼給你們國會多數有屁用 怎樣怎樣怎樣 就講得很難聽 但施暴的人好像很有道理 等到他們有權力了以後 這個多數也不謙卑 而且更多言語的跟多數的暴力 這些都是沒有動手的暴力 所以民進黨曾經使用過 肢體的暴力 也曾經使用過言語的暴力 這件事情變成在台灣 我會覺得 我希望不要一直惡性循環下去 經由政會中他情緒 他也沒有遮掩說 他第一天的情緒 他講得很實在 第二天他也去認錯了 也去道歉了 我也希望鄭力軍有不同於 傳統民進黨政治人物的反應 看看台灣能不能夠 從這樣子的一個 惡性循環中走出來 首先我們一定要譴責暴力 因為打人就是不對的 這完全是一個 普世的一個價值 我基本上認為說 政會中 他不管他背後的理由是什麼 不管是去講話 或者是已經隱忍很久 他今天這一巴掌打下來 完全打掉他背後所代表的意義 所以我絕對不會像說民進黨員 他們在對馬總統做的丟鞋子 或者是葉菊蘭 他當初大家還沒有掃掉這一個 他當初打了一個立委 叫蕭金蘭的時候 他也曾經告訴大家說 他打的是他背後的力量 而且他還說很多 國民黨的女立委 都是由軍方來供養的 類似像這樣的話語 完全在來告訴大家說 他這一巴掌打的是有 他背後的意涵 我絕對不要像他們一樣 認為說你打這個巴掌 還有很多的理由 還有很多的藉口 不對就是不對 就是該道歉 據點 但是我也必須要去說 政經軍在這件事情表現上面 起碼在公開的態度上面 我覺得他的EQ跟IQ 都是相當好的 而且他所講的這一句話 他說個人視角 民主不容 傷害 我們先不評論 我覺得他後面那一句話 不要複製暴力行為 這句話不要複製暴力行為 這句話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政經軍是很早就進入政治圈 如果他進入政治圈 看到國民黨的委員被打 或者是民進黨的委員 對國民黨的委員 甚至一些事項裡面 有做出一些 卑劣的運動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能夠以他的角度 來告訴我們 不要複製暴力的行為的話 我會對你的肯定會更高 因為我們很清楚 政務官他受入的話 他可以尋求法律 來幫他做一個制裁 像這個政會中你看吧 不管你怎麼樣 法院已經對他 已經對他做出一些懲處 已經限制租金了 這是政務官 他在法律受阻的時候 他會得到的一個待遇 但是我必須要說 我討厭打人 我更討厭雙重標準 因為打人你可以尋求法律 雙重標準 特別是所謂異象性的表態 選擇性的表態 讓台灣社會的紛擾 還有是非更是混淆不清 今天最大的部分就是 沒有人否定打人這件事情 每個人都同樣的譴責 只是大家面對這件事情的 一個態度 呈現出一個政治人物的一個高度 所以也難怪大家會用 同樣的標準去檢視 剛剛沈道老說 對這件事情無事餘補 因為當政務官打人有同文層出 來聲援他 同樣的國民黨也把過去 大家的歷史全部列出來 但是我必須要說 這個東西背後主要討論 就是兩套標準 這個兩套標準必須要把它說清楚 否則就成為我剛剛所提到的 台灣社會的是非完全是混淆的 大家當然可以特別提到了 為什麼這一件事情 你要去延伸到民主 民主是被傷害的 還有轉型正義腳步必須要加快 這跟打人被譴責的事情 有必要劃上一個等號嗎 而且民主誰說得算 我們現在已經有民選的總統了 總統都不能夠代表民主 所以當然政部長 你也不能把你被打的事情 跟傷害民主 劃上所謂的一個等號 我覺得這件事情更是可笑的 轉型正義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你被打了之後 好像無限上綱 就變成是一個依法 可以去做的事情 轉型正義該怎麼樣去轉 該這個中正紀念台 該怎麼必解決 去講話 去中話 本來就是民進黨上台之後 一個非常明確的一個 意識形態上面所主導的 一個種種的一個方式 這件事情有必要跟你被打 這時候畫上等號 然後你找到一個出口 找到一個合理化嗎 你會不會這件事情 延伸得太擴張 而且你這件事情 有讓人家覺得 你是故意用這個被打的這件事情 來合理化你過去 完全在社會沒有任何一個 共識之下面 好像藉此可以達到你的目標 我覺得這些事情 就是我所說的 不同的標準 你如果說這樣的事情 你可以這樣延伸的話 我是否在八田與一的 頭被斷的時候 賴清德只是寫信 去給他日本的親屬 但是蔣公被破銅像的時候 你去一句話都沒有說 所以今天大家所爭議 凡是在這個所謂的 兩套標準 那你這兩套標準之下面 才會讓人家覺得 你民進黨今天所代表 出來講的話的人 大家都覺得聽聽就好 因為你當初你的行為 就沒有在一個 真的被侵犯民主的時候 你有嚴格的來做一個譴責 你今天那時候 沒有被嚴格的譴責 馬總統的時候 你沒有被嚴格譴責 陳雲林被包圍的時候 被暴民包圍的時候 你沒有嚴格的譴責 還是要求大家包容 那你這個時候 你有什麼條件來告訴我們 我們必須要 要對民主不要做傷害 這就是兩套的一個標準 所以我還是強調 我們討厭打人 我們更討厭所謂的 雙重的一個標準 至於去講屈中 這個所謂的轉型正義 我必須要說 這是社會的沒有共識的部分 還需要更多的對話 更多的一個澄清 但不必然要把這件事情 跟打巴掌畫上等號 否則你會讓很多的討論空間 完全沒有辦法 再從過去一連串 誰打誰的過程當中 得到一個澄清 得到一個建設性的進步 我們說打架也有建設性的進步 你如果大家都還是回應過去 只是在過歷史當中 然後這件事情 還是持續的不斷的 就像陳委員他被打 他也沒有還手 他後來也是因為這樣原諒了 這些所謂打他的一個人 他今天所記住的就是 他為一立一休 做出這樣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典範 所以我還是強調 不應該去縱容暴力 但是你不要在暴力完之後 對他背後的原因 就好像民進黨認為 你打人家是你為了民主 然後國民黨被打 是因為他摧毀了 這個所謂的威權 這東西的標準 完全是不一致的 我們只能說譴責暴力 但是暴力之後所代表的力量 我覺得那個東西是不管是誰 都必須要不能用 兩套標準來看待 這才是一個所謂台灣 真正民主社會的呈現